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从今天开始 我会讲一个新的主题的方向 会讲《约百计》 其实是早一两年之前 已经有电影展会问过 李牧师 你有没有讲道的时候 讲一下《约百计》 但是呢 因为这卷书 都挺难讲的 我不知道有没有人看过这卷书 有啊 哦 你看完之后的感觉是什么呀 惨 嗯 如果你讲到惨 就是看第一章第二章 那接着那四十章呢 通常就看到最中间那些经文里面 就觉得是比较混乱一点 就是一头雾水 都不知道他想说什么 讲来讲去都有一些重复的感觉 那所以呢 为什么你发觉到平时那些人讲到 都不会讲《约百计》中间那些经文呢 就是因为难讲 那但是今次呢 我就想尝试分几堂 这样跟大家去看《约百计》 整卷书究竟讲什么 那当他预备去讲《约百计》的时候呢 一天都开始问 那第一堂讲些什么呢 那我又挣扎了很久 挣扎很久是什么呢 究竟我应不应该讲一些背景给大家知道呢 一说呢 一说呢 你知道我讲背景就很闷的嘛 那所以我挣扎一段时间之后呢 我就决定不讲 那于是呢 直接入经文 今天呢就直接讲第一章 那但是想着讲第一章之后呢 自己又有挣扎 那个挣扎就是原来不讲的话 是不会明白《约百计》的 那所以呢 我就取中间之道 原来要明白《约百计》 一定有两个环节一定要明白的 那我尝试用一些短的时间浓缩它 来讲个先 然后再讲第一章 要明白《约百计》有两个问题一定要认识 第一个问题呢 原来《约百计》写作的特质的神学的问题了 如果大家看《圣经》呢 我们通常都会说 原来《圣经》有两个很重要的神学观念 第一个观念是救恩 就是神拯救你 而大部分的经文都在救恩里面 那原来是另一方面的主题 而有另一方面的重点 就是创造 但是呢 救恩的神学是什么呢 意思就是 原来在你的生活里面 神救你 你要做的事情 就是用爱来回应神对你的爱 这个呢 就大部分的《圣经》佔了 我相信都80% 90%的《圣经》 都是讲这个主题的了 不过呢 如果你看《旧约》的时候 就有难处了 因为去到《旧约》整个观念的时候 都开始都是讲神的救恩 神的救赎 不过有一组的经文就不是 那组经文是什么 知不知道 有五卷书不是的 是智慧文学 我们叫它做智慧文学 这五卷书的智慧文学 不知道为什么 就放在《旧约》圣经里面 你怎么读都读不到 一条通道出来的 你怎么读到智慧文学 你就不知道 为什么和上面的创世记 和下面的马亚基书那些 有什么关系 完全没关系的感觉 就因为它的神学 是用了创世记的 创造的神学来写的 就不是用救恩神学来写的 所以为什么我们以往我们看几卷书的时候 仍然用我们传统的想法 用一种救恩的观念 来看几卷书呢 你永远都解错 又因为基本上不是想说那些 哪几卷书是智慧文学呢 大家知道哪几卷 智慧文学的书卷 智慧书里面有哪几卷 浸然是 是 传道书是 约百计一定是 今天讲的 真言传道约百计 诗篇也是 还有一卷 雅歌 原来这五卷书 我叫做智慧文学的书卷 这五卷书作为智慧文学的书卷的时候 它做的解释方向 就不可以用救恩的观念来解释进去 是用创造的观念 即是你不可以用因为神救了我 而是用爱的回应回应神 因为这几卷书都不讲这几样东西 这几卷书讲的是神的创造 这是第一个重点 讲神的创造 原来又分两个大类 第一个大类 我们叫做道德的秩序 神创造这个世界的时候有一个道德秩序 是在书的 创造的时候这个道德秩序有一个特色 就是说上善佛恶 你做得好 神就赐福给你 你做得不好 神就惩罚你 这个就是道德秩序上面 在旧约的创造的观念里面很重要 所以你发觉到 真言教你怎么做好 所以很多时候就是由真言里面去看出 这是道德秩序 突然有另一方面就很难了 另一方面我们叫做物质秩序 就是说你有道德秩序就想善佛恶 然后还有一个物质秩序就是生老病死 这个物质秩序的生老病死 就是说原来这个世界神创造的时候是不完美的 很多时候我们看神的创造只是看到那种环保 那种观念来看神的创造 其实不是的 神的创造很广 这个观念包括了道德秩序就是上善佛恶 但也包括了一个物质的秩序就是人的生老病死 在这个世界原来神看为完美的世界 在人犯罪之后这个世界是不完美的 如果不完美就需要神在当中补充 所以你就发觉一样东西 传道书就是说如何在不完美的世界里面生活 阿哥书说什么 是 你发觉很少人敢说阿哥书的 为什么呢 阿哥书呢 要么就是预意了他 就是说神和你的爱 其实阿哥书不说神和你的爱 阿哥书是说什么呢 由拍拖恋爱到结婚 结了婚之后 就跟着如何夫妻生活的 这个就是阿哥书 可能是一次有机会挑战 解了阿哥书给大家听一下 那你就知道原来阿哥书是说 拍拖恋爱婚姻生活的 跟着去到今天 约百计了 原来在生老病死 在特别是传道书里面那种日光之下 他说不计旧恩 不计神的时期里面 究竟在现实 就在地上生活的情况里面 传道书教你如何生活 是一个得福的生活 但去到约百计 他就问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究竟 正如先后一开始就说 很惨 约百计是否在说很惨呢 今天就要解释给大家听 所以 第一个观念想大家知道 约百计写作的时候 是用了一个我们叫做 物质秩序的生老病死 的观念来写的 OK 这是第一件事 有机会详细解释多一点 我尽量用得到的时候就解释 不用得到的就算了 第二件事要明白 第二件事你才可以明白约百计 是什么呢 原来约百计有一种线形结构 如果你明白约百计的结构 你基本上可以明白约百计是什么 好了 好了 第一章的第一到第五节 讲约百计得福 是不是 即是一会同一读的 不过原来约百计的最尾那里 四十二章第七节开始 又是讲约百计得福 因为神重新赐福给他 有双配的子女 双配的产业 双配的什么 所以原来一头一尾 我叫做A 一头一尾 就是讲约百的得福 接着去到第一章的第七 第六节 稍后也会读一点点 第六节开始讲 神和撒旦两个回合的聊天 和撒旦聊天的两个回合里面 都是在讨论约百这个人 即是和神沟通里面 是在讨论一个受造物 原来下面的经文 去到第三十八章到四十二章的时候 是神和约百聊天 接着神说了一堆很有趣的东西 你见过河马吗 你见过鳄鱼吗 其实不是说鳄鱼河马 其实是说古代怪兽 不过中文译了这些东西 他就问原来在这样的创造物里面 是怎样的 所以原来一头一尾是在讲神的慈福 接着第二个段落 我叫B的段落 是在讲神和另一个物品 上面是说撒旦 下面是说约百 是在讨论受造之物 当在讨论受造之物的时候 为什么要讨论这些东西呢 是显出神的伟大出来的 要显出神多伟大 中间就是那段三个朋友 那些聊天 这三个朋友聊天 其实最主要的重点在哪里呢 最主要的重点就是 原来人和人聊天的时候 他们讨论的重点就是讨论我们的造物主 但是一讨论到造物主的时候 他就只是指责约百你多么衰 而甚至约百都觉得自己很衰 你翻过一个对比在这 对比就是原来神和撒旦和约百 线形结构很多时候重点在中间 但是约百记刚刚相反 但就很难了 原来约百记的重点不在中间的两段 约百记的重点在第一章第二章 和第四十二章尾 因为这两段是唯一一段在约百记里面 是用瑞士体材来写的 其他的都是用诗歌体材来写的 所以原来要看得明约百记 你就看明第一章第二章 再看明四十二章 你就回答你所有的问题了 其他问题看在下面中间那些 是附带文件而已 不是重点 重点在第一第二章和四十二章 所以如果你要看约百记 你就只是重点 除了要明白他写作的动机 你的神学和你写作的技巧 为什么这么写 你就明白原来作者 他在说人受苦 为什么二人受苦 为什么我这么惨的情况里面 一早回答你了 今天就应该回答你大部分的东西 所以如果我们掌握这两部分 你就基本上可以掌握约百记 好 那就当解完了 两个很重要的两个观念 这两个观念 会迟些慢慢再告诉大家 我们尝试 进来看约百记 好吗 好 那我们一起读这个约百记第一章 一到十二节 约百记第一章一到十二节 预备起 乌斯帝有一个人 名叫约百 那人完全正直 敬畏神 远离恶事 他身了七个儿子 三个女儿 他的家产有七千羊 三千骆驼 五百对牛 五百武奴 并有许多瀑匹 自己人在东方人中 为自大 他的儿子按着日子 各在自己家里 撕摆前宴 就打发人去请了他们的三个姐妹来 与他们一同吃喝 延宴的日子过了 约百打发人去叫他们自杰 他清早起来 按着他人众人的数目献凡祭 因为他说 恐怕他儿子犯了罪 心中气吊神 若伯常常这样行 有一天 神的众子黎士纳 在耶和华面前 撒旦也来在其中 耶和华问撒旦说 你从哪里来 撒旦回答说 可从地上走来走去 往返以来 耶和华问撒旦说 你曾用心拆看我的仆人 若伯没有 地上再没有人 将他完全正直敬畏神 远离恶事 撒旦回答耶和华说 若伯敬畏神 神岂是无故呢 你岂不是四面围上尼包 围护他和他的家 并他一切所有的吗 他手所做的都蒙你赐福 他的家产也在地上争多 你这伸手为他一切所有的 他必当面弃调你 要是对撒旦说 凡他所有的都在你手中 只是不可身受加害于他 好 我们就看到第十二字了 你能够继续读到余事 我就知道你有带圣经了 或者你有看你的手提电话 不过我经常都鼓励 带你的圣经 因为看习惯你的圣经 对你看圣经的时候是异明一点 第一方面我想去提出的地方是什么 蒙恩 第一样我想说的蒙恩 是因为你做得好 这是第一个观念 记不记得我说 这是神创造的时候 第一个想善佛内的观念 想善佛内的观念就是 当你做得好的时候 你就蒙恩 当你做得不好的话 神就在当中的咒座 难道 问题就是在你人生里面 你做得好就是不好呢 你做的生活 你每天的生活里面 是不是蒙神赐福呢 你特别留意一下 原来在旧约圣经的时候 一早就提了两个很特别的东西 我们经常说旧约圣经是有两个 带有应许 其他的经文里面没有这样做法 唯有两件事件 你做了神一定赐福给你的 第一件事件 叫你孝敬父母 记不记得 如果你孝敬父母 你就怎样 在世长寿 不如你说 我都不想长命 原来长寿不是说长命 你分开 长寿是说你得福 原来是说你生活丰富 如果孝敬父母者 圣经就说 就必定会让你人生生命 活得丰富 活到神的赐福给你 这是第一个大应许的一个说话 第二个就是这个 马尼基书就说 你尝试在当中做你的奉献给神 当你愿意你摆上奉献给神的时候 神就要赐福给你 就好像什么 上尖下流 意思是 流斗倒转的意思 不是慢慢给你 而是丰富地倾巢 好像恩雨般降临给你的福气 这两件事 在圣经里面很强烈 所以你就发觉到 原来在人生里面 是说 我们做好 神就赐福 这是第一个观念 尝试用这个观念 来看约伯的第一章 第一节 在约伯里面 他就说 乌斯地有一个人 叫约伯 这个人是什么 完全正直 敬畏神 你就很留意一件事 他说的时候 一开忠明义 就告诉你 约伯是好人 是吧 你知不知道 约伯的三个朋友 和约伯一直在争拗的一个问题是什么 为什么你受苦 那三个朋友 重点就是 约伯因为你做得不好 一定有些东西隐藏 你不说出来 你犯了罪 一定是 如果不是不会的 不过圣经就一开始就告诉你 那三个朋友错了 为什么 一开始就告诉你 约伯是一个疑人 完全正直的疑人 语尼恶事的疑人 是敬畏神的 所以你发觉到 一开始的时候 第一节 圣经就给了答案 给了答案 约伯是疑人 你不要再问 约伯有没有犯罪 约伯是没有犯罪的 约伯有没有犯错 是没有犯错的 约伯所做的都是对的 所以看圣经的时候 你要清楚 一开始就告诉你答案了 不过你不相信 你找约伯有什么错 令我下次的时候 我知道我受苦 我受难 我不开心 我都知道如何处理 你看清楚 一开始的时候 就告诉你了 约伯没有做错过 因为完全正直的约伯 如果是完全正直的约伯 你就发觉到 很多时候 我们就会告诉我们 我们不像 这件事 在你的生活里面 你会面对难处 甚至有时 牧师会告诉你 你做好些 你会说 让我有空先 你可以能力去做得到的 不过 我不在乎 你知道 通常跟你兽子聊天 特别是你兽子小的时候 嫂子那些 他不在乎的时候 你会很生气的 你想他做得好些 但他又不在乎 很多时候 那又怎样 我是这样的 那又怎样 那你就发觉到 原来你想他做好 不过他做不到 或者他不想做 甚至在约伯这件事件里面 你看到 约伯是做的 在现实生活里面 当我们提顶姊妹 原来的德福 如果你做得到的时候 是禍福之道里面看的话 一个道德哲罪看的话 原来当你做好的时候 神是赐福的 不过不稀可纳 所以有时很难 就是因为原来 当我们面对难处的时候 你想一下 你怎样向神的交代 当你面对困境的时候 你想一下 神怎样提醒你 在你生活里面 当你面对难处的时候 原来 你的反叛 是其中一个挑战 再看回第二节的时候 第二、第三节 他就再提另一件事 他说 他有七个儿子 三个女儿 不单止七千羊三千骆驼 你发觉 很喜欢用七和三 很喜欢用五 七是完全的 七加三也是完全的 十是完全的 所以圣经里面第二节 第三节 他想说 是约伯很蒙神似福 很蒙神似福 先说约伯是一个二人 接着他就告诉你 这个二人的约伯 是蒙神似福的二人约伯 说了这一章的时候 他就在害怕 就是说 是,约伯蒙神似福 因为二人 当我有失败 我又跌倒 我做不到 那我不蒙神似福 就是理所当然 接着作者 就在第四、第五节 回答你这个问题 在第四、第五节的时候 你就发觉到 约伯做了的行动就是献祭 重点这段经文 不是讲言值 不是摆言值 不是重点来的 这段经文的重点 是讲约伯献祭的 这个他就告诉你 原来他们有个家族的特色 就是说 他们会各自在家轮流地摆言值 那这次摆言值过了之后 约伯就叫他们自觉 清了起来 就帮他们献凡祭 要献凡祭的原因是什么 一定是因为有不结 或者在献祭里面 告诉他们 我承认自己做得不好 我有罪 我向神面前 我承认我有多不好 所以当约伯去做这件事件的时候 就告诉我们 原来约伯的义人 不是等于他不做错 第一,圣经说了他是义人 第二,他告诉你 他是蒙福的义人 第三,他也是一个正常人 他都会有错的时间 但在错的情况里面 他怎么做呢 他就献祭 他就很怕在日常生活 他的子女 他的子女 经常的宴落 他的子女 经常的这样的生活里面 恐怕他们得罪神 所以说恐怕他的子 犯了罪 心里面丢弃神 虽然他有这样的献祭 但是就需要这样跟从主 他都担心他们得罪了主 所以就献祭 你可不觉得第一到第五节 他想证明一件事 若伯是义人 若伯是义人 若伯是没有错的 但是如果他真的有错误 有犯罪的话 若伯也是由一个献祭的仇神 已经完全赦免了 所以到一章一到五节 他带出一个主题 是很多时候认为 和福之道 你做好 神似福 你做得不好 神就似和 但在第一到第五节 他想说的 就是刚刚不是一件事 是 若伯一开始说他是义人 但是没有说到 他作为一个义人的时候 是带来第二第三节的似福 他只不过去告诉你 若伯是一个义人 同时间 若伯是一个蒙福的人 所以两个是分开 是没有一定的关系的事件 所以个问题就是 原来这个地方里面 是完全分割 不一定有关系 若伯不是没有罪 只不过是神赦免 所以若伯是一个义人 他蒙福的义人 这个是第一点 所以弟兄姊妹 当你看圣经的时候 你留意到 他一开始 就对我们一向看到的一个观念 一个挑战 原来我做好 就蒙福 我做得不好 神就就座 这个观念 他变成若伯的一开始 就说不是 很多时候我们认为 我们生活这么多难处 是因为神在当中给我们的思念 给我们的难处 所以让我们成长 所以接着第六节 就回答你第二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什么呢 如果我认为我已经做好了 我有读经 我有祈祷 我有奉献 我有侍奉 我有参与教会 我有帮人 这样的情况里面 我就应该一帆封信 那你的生活里面 应该顺顺利利才对的 但如果在这样的情况里面 你都会面对难处的 为什么呢 为什么在这样的地方都会面对难处呢 我们就看第六节开始 在第六节 原来在有一天 在耶稣面前 圣经里面是 撒旦也来在其中 在第七节 你就发觉到 神就问撒旦一个问题 你哪里来的 他就说我走来走去 往返而来 去到第八节 接着就说 你有没有看过那个仏伯 在他里面是完全正直 敬畏神愿来恶事的 接着圣旦就回答神这样说 若伯极 若伯敬畏你 喜事无故呢 接着就讨论到 既然是这样的情况里面 因为若伯是你遗说尼巴保护最次福给他 所以就爱你 那神就说 那我就会让若伯交到你的手里面 让你试炼他 所以第二方面你可以看到一件事 就是撒旦的角色 我们很多时候看 就是说 当我做好我都面对难处 我都会失业 我都会 男女朋友会分手 或者家庭里面有不和 我子女教导里面有困难 为什么呢 我这样事奉主 我摆上这么多 我跟从主这么多 为什么我都面对这么多的难处呢 在你里面 很多时候我们就很快解释一件事 撒旦攻击 是不是 撒旦攻击你 所以你没有难处 又或者是说 不是撒旦攻击你也好 你都说是神给你试炼 所以操练你的信心 所以在信心里面 你尝试努力的经过 是不是这样呢 所以第二方面去回答你 究竟在人生里面 是不是撒旦攻击呢 做好都是苦难的 是不是撒旦在当中 给你的挑战呢 是不是你个不幸运 遇到一些不好的人 遇到不吉利的东西 你都会 当你面对这些难处 你都会向神祈祷的 好了 你尝试看这些书 我想在第二点里面 看看撒旦有什么角色 你没有发觉到 圣经里面说 撒旦也参与其中 这个很重要的 重要的地方是什么呢 原来撒旦 不是会议里面的成员 不过撒旦走来走去 不过人家开会 自己走进去 天庭里面 在讨论事情 撒旦走进去 原来没有他份 撒旦不是秘密警察 不是神的秘密警察 看着你什么不好的地方 捉你出来 不是 撒旦也不是反对党 没有权力 去告诉你 我反对了 原来 原来 撒旦只不过在这件事件里面 走进去 在会议厅里面 走进去 还有一个很有趣的地方 你有没有留意 是谁先说话 不是撒旦说的 是神怒撒旦 先问他问题 是神先出声 你有没有留意到 所以原来你发到 当我们提到 在你人生里面 是受撒旦攻击的时候 在其他经文可能有 但在约白记 就要解决苦罪的问题 解决苦难的问题 第一 他回答你 在第一到第五节 他就告诉你 原来苦难 跟你做得好 只做得不好 是无关的 这是第一点 是无关的 所以你不要想着 我做得好 就是神切福 我做得不好 神一定是给祸患你 原来不一定 我又不是说没有 是说不一定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就是说 会不会我做得不好 或者做得好的时候 都会有撒旦来攻击我呢 他就要回答你第二个问题 他就说原来都不是 因为撒旦是准备 撒旦是没有权力 他对你有攻击的 撒旦之所以会攻击你 你有没有留意这段经文讲解 是谁先出口的 是神出口先的 是神出口先 然后又是神批准 你有没有留意这个 因为如果不是神批准 撒旦都不攻击得到你 所以你不要说撒旦攻击 所以撒旦都吃了很多死猫 原来就不关他事的 所以在这段经文去说的重点 其中一件事就告诉你 不是撒旦攻击你的问题 因为撒旦如果要攻击你 他都要拿了批准 问了神 神说 可以动了 那才能动你的 所以如果是这样的时候 也不是撒旦有什么能力去攻击你 特别是你留意一下一件事 如果你看圣经看清楚些 撒旦除了第一章第二章出现过之后 你没有留意之后就不再出现了 你没有留意 接着几十章圣经都不关撒旦的事 那你就明白 约伯记原来记载的时候 就不是想说撒旦攻击你 不是想说你做得好 你仍然受到苦难的时候 撒旦给你难处理 因为撒旦给你任何的东西 都要有神的批准才可以做 那你说那是坏了 那神给我批准了他 就算是那么难 那你又要小心一点 不是个个是若白 即是什么意思呢 如果今天 神和撒旦讨论这件事件 就是说 在地上你找一个人 你试练的时候 如果你是若白 我相信神都不敢这么说 你看看这个人是疑人 完全正直 与你恶事 是敬畏神的 你试试他 我们都不敢说 神你试我吧 你找个第二个吧 对吧 问题就是因为神去看若白的时候 就看到若白是完全正直的一个义人 所以就敢向撒旦作为一个公平的挑战 所以就叫撒旦来试探或者试念若白 所以你看到圣经里面再提第二点的重点 就告诉你 人生里面 我们仍然都会面对难处 很对不起 那难处不是撒旦攻击你 是有神在当中掌权 是神在当中管理的 所以当我们有很多的难处的时候 你明白 不要下下 赖了有其他的原因 很多时候我们去面对难处 当然我们说是神的试念 在南区有一个家庭 是一位很爱主的弟兄 他侍奉主很多年 现在都六十多岁了 当他继续在教会协助的时候 其实是很好的一个弟兄 不过在近年里面 他太太患了疾病 我们叫做一种追逼性神经衰弱 要吃药 有时候要迫自己去自杀 所以会经常失踪 又不见了人 最惨的是 当他有这样的精神衰弱之外 还在面对有癌症 就是这几样东西 有时都会面对挣扎的 问自己 我又侍奉主 我又奉献 我又做这么多东西 我为了神摆上这么多 为什么有这么多问题呢 很多时候我们就会问 神你是不是给自恋我呢 回答你 不是 为什么我会面对这样的难处呢 因为我们看事物的时候 很多时候我们就说 如果我做好 我们就得福 我做不好 我就得和 那我现在得和 那就是我做不好 如果我找人自己 都不是我做不好 其实说真的 你找你自己做不好的地方 一定找到的 正如别人找到你的问题 一定找到的 所以我经常都这样说 不要只是找别人的问题 也不要自己找自己的问题 因为如果你要找 一定找到的 你尝试去找神的恩典的问题 所以当我们面对这些难处的时候 神会逼我们 或者我们面对这些困境 我们会回到神那里 但是这些事情的发生 生老病死的发生 并不是 撒旦对你的攻击 这些事情 甚至可以这样说 不是神 在当中给你的挑战 这个就是 约伯记最大的不同点 因为我们如果看新约 比如雅各书 看其他圣经 我们很明白 咦? 我们面对难处的神 被试炼我 不过你搞错了 这个不是约伯所说的 因为你用了一个错误的观念 用一种救恩的观念 来看约伯记 用救恩的观念就是 神救你 你要回应神 你要爱神 当你不爱神 神就了你 这是救恩观念 这个不是创造观念 所以约伯记在说 创造观念的时候 是讲一讲日光之下的事件 那你说 喂 那我真是面对难处 你说 每个人都不关事 那我都是面对难处 那今天解不完给你听 不过今天我想带出 最后一个点先 就是神的主权 和自由的问题 最后一点 第三点 为什么我这么说呢? 看第九节 撒旦去回应神的时候 就问了一个很有趣的问题 约伯敬为你 这帮兄弟们回来教会崇拜 肯侍奉 爱你 肯在当中帮人 起事无故呢 那意思 这帮人回来的时候肯读圣经 肯跟从主 肯信耶稣 现在就是撒旦对神的 告诉他 约伯的挑战 挑战你什么事件呢? 你爱神 起事无故呢? 整卷约伯的重点 在这句里面答大家 整卷约伯的都是答一个这样的问题 它不是答疑人 为什么犯罪 或者不是犯罪 疑人为什么受苦 一早解了给你听的了 约伯是一个疑人 他完全正直的 接着你说 那他也受苦? 在天堂里面 或者天庭里面 发生的事件 你不知道我不知道 所以最后约伯都不知道 是有发生的 就是因为撒旦和这个神 去说的话里面 让约伯里面受苦的 又回答你了 这个问题 所以你不用问 有没有什么其他原因 原因就是撒旦和神 谈完解之后 若伯受苦 就是这样 原因就是 所以麻烦的地方 就是说 原来去到这些经文下 里面 几十章圣经 都答一个问题 答一个什么问题呢? 就是答 原来人爱神 是否因为神赐福他才爱 神赐福他就不爱 若伯记就是答一个这样的问题 若伯敬去你 喜事无故 一个人蒙福 是否因为他要行义 他做得好 神你才蒙福 既然要这样 你就发现一件事 原来在圣经里面 他想提的就是 神的主权从自由 但是相反来说 如果我们用一种 得福得和的感觉 来回应我的难处 我的苦难 你就答不到这个问题 永远答不到 原因为什么呢? 因为撒旦问了一个这样的问题 原来一些人 原来肯上教会 一些人肯侍奉 一些人爱主 的原因 喜事无故 是你对那么好 神你做了一个 上善佛恶的条例出来 如果做了一些事 神你赐福 那就做了 因为他知道 他听你说 他才得福 如果他不这样做 神你又做了一条条例出来 你就罚他 是吧? 又给他癌症 又给他家庭挣扎 又给他找不到工作 又给他家人有问题 你这样给他 他一定会听你的话 是吧? 这个就是撒旦所问的问题 整本《约百记》的重点在书 他就说 如果是这样的时候 他不是真的有神心的 他不是真的那么爱你的 不是真的那么想回来教会的 不过他不回来教会 神力就了他 那你就迫着他回来 是吧? 他就告诉你 弟兄姊妹 如果信仰能沦落到这样的 互相利用的地步 这个就不是我们所期望的信仰了 如果人听神 或者人信神 是因为要神赐福 那这个就不是你所看到的教会信仰 也不是你所信的神 甚至可以推翻另一步更严重的 就是说 神你都是想人听你说 因为人不听你说的话 你就遵了他 那你就在控制着人 当然神是能控制到人 但是那个问题就是 你也在当中 你也在让人没有自由 是互相利用的关系 不是我们真心相信神的 那就没有了意义了 所以圣经里面 《约百记》 故意一开始提出 原来苦难的问题在哪里 那苦难的问题就在于神的主权与自由 他说 如果神爱人 因为人要听他说神 才赐福 那跟黄大仙有什么不同 很多人去拜黄大仙都是这样的 为什么你拜黄大仙 靓 那什么叫靓 他听我说就靓 他不听我说就不靓 那即是什么 即是如果当你信敬彼为主的时候 他听你说做你想要他做的东西 那就靓了 那如果是真的他做你想做的东西 即是你管理着神 就不是神管理你 有没有留意到这个分别 中严重的地方 原来他给我们看到一件事 如果在这样的关系里面 神只是一种利用的关系 有需要就拿神出来 没有需要神就不需要在书 为什么我们今天做基督徒 做到贪徒看日呢 为什么我们今天做基督徒 我们做到贪生怕死 我们做基督徒 为什么自我忠心 为什么做基督徒的时候 做到神不是神呢 只有一个原因 是因为你做基督徒的时候 你就是想管理你的神 神只是那张车 筹名的名字而已 神我就需要进这间大学 你批准就可以了 你不批准 我不信你的 你不批 我不向你祈祷的 你不批 我连教会也不回 神你一定要把我这些东西 你不给这些东西 我就不信你了 这个就是今天人的问题 约伯基就要处理 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情况 就是说 一帮爱神的人 一帮愿意跟从主的人 爱神 喜事无故呢 这个是什么问题 你发觉到 约伯去问一个问题的时候 背后都有一个创世纪的观念 在书 那个观念是什么呢 创世纪第三章 蛇引有夏娃的时候 蛇怎么说 他不是说 这个蛇果很漂亮 吃吧 好吃 其实也不知道是什么果 不知道为什么 现在的人 总是把苹果放进去 圣经里面 只是说分辨善乐的树的果 原来 撒旦试探这个夏娃 他说什么 其实 神想你吃这样的禁果 是因为怕你吃了之后 就像神一样了 神不想你这么好 所以叫你不吃 因为你吃了之后 就像神一样 所以问题 人的罪恶 不是因为吃了禁果 回答大家 不知道为什么 常常说 我们吃了分辨善乐的果 我们就犯罪了 你搞错了 不是 神的犯罪 是因为不听神的说话 什么果都没问题 哪个果树都没问题 只不过神说 这棵分辨善乐的果 是不能吃的 但是原因 并不是因为你吃了之后 与神一样 而是因为 撒旦的攻击 撒旦的试炼 要让你质疑神 不对你不慈爱 撒旦给你的试炼 就是什么呢 是你怀疑 神对你 是不是真的这么好的呢 神是不是真的爱我的呢 如果真的 神爱我 为什么我面对有这么多难处呢 你爱神 喜事无故呢 你试一下 如果你现在看看 你为什么那帮人爱主呢 因为你用尼包围着他 实在没办法攻击他 难处没办法 临到他身上 让他能够找到工 让他有好的家庭 让他有子女 让他家庭里面 生活顺利 一切无忧无虑 你又给他赚到钱 那就是爱你 撒旦就在问这个问题 如果你尝试 把那些虫去身上拿走 你看他还爱不爱你 所以神就在这个挑战 这个约白的时候 就将他当中很多东西都拿走 拿剩一样东西 拿剩什么呀 不知道 家产都拿走了 子女都死了 身体都病了 拿着他太太 所以有人说笑 就是说 虽大的冲击 不是拿走的东西 最大的挑战是扭下那个 这个才是约白最大的挑战 那当然不是 不过他太太真的骂他 他太太去到后面 真的骂约白 你不如死吧 这样信耶稣 但你发觉原来圣经想提出一个重点 就是说 信仰原来神做你的 神已经做到最好的了 神给你也是最好的了 但你不满意 你认为我喜欢的东西才是好的 我想要的东西 神给你我才是好的 我没有我想要的东西就是不好的了 你想操纵神 你想控制神 你想管理神 所以圣经想提出一件事 在约白记里面的重点 神才是神 神是有主权 神是有自由的 所以当我们面对苦难的时候 你要记得一件事 C.S. Lewis也这么说 他在一本书里面说 信仰的力量 不是让你解释你为什么有难处 信仰的力量 并不会帮一个人没有了的困境 这个才是惨 你想着我信耶稣得天堂 要得水牛 什么都想得 现在回答大家 对不起 原来信耶稣不是这样的 信耶稣不是得那样得那样 拿那样得那个祝福的 神是赐福 因为神是爱你的 岂有父母不将饼和鱼给子女 也将蛇给子女 不会的 他一定将最好的给你的 不过你要记住一件事 信仰不是令你没有苦的 说严重一点 信仰是令你生活更苦的 其实应该 一个人如果没有神 他面对难处 他没有问题 没有神 你命运你命运不好 你面对这样的事情 你就惨 但如果你有神 你又觉得你这位神迟 那才可惨 神迟 为何还这样 所以你发觉到 真正的信仰 是让你承载到苦难 能在苦难里面经过 真正的信仰 不是让你能够解释你的苦难 有很多地方你解释不了 只不过一个问题 苦难是让你可以承载 在难处里面经过的 这个就是我们所信的信仰 所以想清楚你有没有信错 信仰里面并没有帮你解决的难处 信仰只不过是给你有力量去挑战 面对你的难处 是承载你的难处 如果不是的话 信仰只不过你拿回神出来的时候 神就帮你 不拿回神出来的时候 因为我无需要 那你只不过在当中 在玩弄你的神 其实一件事是很重要的 记不记得这个十戒里面的第二戒 第一戒就是 除我以外不可有别的神 第二戒是什么 是不可以用我的形象在眼上 什么意思呢 第二戒不是说你不可以有其他神 因为第一戒说了 第二戒说的是你不可以拜我的仇 你拿个神像来拜我 你虽然是拜神 你虽然是真正相信耶稣 你真信信耶和华 但你也不可以拿个偶像 告诉我这个偶像就是耶和华 不过当然我见过很多很经典的东西 上午回教堂 下午回佛堂 我也见过 但他想说的是什么呢 他就告诉你 你不要像那些拜偶像的人 因为当时拜巴力 巴力是一个控制风雷雨电的神 当时我想要下雨 于是我就搬巴力出来 就拜几拜 拜完之后就下雨 让地滋润 下雨了 就放上去 那那个神是什么神 那那个神只不过是听你说 你需要他的时候 你就用他 没有需要他的时候就拿到一边 你搞错了 你所信的神不是这样的 神不是在当中 是听人讲话的神 但很可惜在现实里面 我们不接受 我们会问一个问题 为什么我受苦 为什么我面对难处 我们不接受这个神的主权 我们不接受这个神的自由 我们会问一个问题 今天我们爱神的时候 岂是无故呢 弟兄姊妹 今天我想带到这个重点 苦难我们会继续去解释 继续去探讨 继续去说 究竟为什么 虽然我们说 已经回答了你 有很多问题了 但因为经文有成几十章 圣经 我们会继续去探讨 为什么人生有这么多难处 但是重点我想给弟兄姊妹听 今天我想给弟兄姊妹知道的 第一 难处 不一定跟你所做的行为有关系 它可能是有关系的 但不一定 在约伯记里面 约伯就是无关系的那个 而更加重点就是 当你做好 仍然会面对难处 这个不是有其他对你的攻击 不是你碰到小忍 是因为神容许这件事已经发生 但容许不是代表他要对你攻击 只不过是一件事件容许发生 第三 我想提到弟兄姊妹 特别的一件事 当我们说我们信神的时候 是不是真的可以无故地信神呢 弟兄姊妹 是你可以因为纯粹爱神 所以我信神 只是一句话 神因为你给我周围 在身边里面 戳着尼巴 保护着我 因为神你继续赐福给我 我有难处 我向你祈祷 你就帮我医治我 我有不需要的时候 你就祝福我 解决我所有的难处 所有信你 撒旦就给一个这样的挑战大家 给一个挑战你 究竟你的信仰 是不是沦落到一个这样的地步 成一种互相利用的信仰 成为了一种 在当中互相操纵的信仰呢? 要说如果神是祂是神 祂有个主权 祂有个自由 祂不是因为你一定做好 我就一定要赐福 因为这样的话 祂就没有了个自由性在书 如果神是神 祂有主权 祂觉得哪样对你最好 怎样才对你最好 的话 你是不是愿意信服在神 在今天你所面对的 不同的地方里面 你都相信神是爱你的 无论你在面对困境 最重要的是 鼎之妹 信仰不是帮你解决你所有难处 不是解释你所有难处 信仰是让你有能力 承托在你的难处 在难处里面仍然有力的奔走 所以为什么我看到很多有信仰的人 当临终的时候 他仍然可以起落 当面对困境的时候 他仍然可以祝福其他人 你看看一些见证的书 恨林子 或者狼瘡臨症 那个症 狼瘡 大家知道了 看过那本书 如果你没看过 回去看看 在他每一下都痛的情况里面 拿一杯水都要半个小时的情况里面 但在他生命里祝福多少人 在你的难处里面 可以成为别人的祝福 在你的痛苦里面 可以成为人的祝福 这个是约伯记里面想说 想重点说的东西 因为你面对难处就是 不回教会了 这样 是低头的祈祷 在你面前做一次的仰望 祷告你 主是真是帮助我们 亦给力量我们 很多时候在我们的生活里面 生命里面 我们只停留在一种 神你赐福 我们就作为基督徒的生活 主帮助我们明白 神你那位主 你那位造物主 我们是就造物 我们能够顺乏在 神你自己的创造当中 亦都满足于神给我们的份 以致我们知道我们的崗位 知道我们的角色 我们明白 我们所受的苦难 不一定是我们做得不好 但我们更加知道 我们所生活的某一件事 除了有神你的英魂 不是不会发生在我们身上 让我们愿意放下自己 相信神你今天仍然掌权 让我们相信神你所给我们的是最好的 我们祈祷奉耶稣的名字 Amen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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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节目 Não 不用心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